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你会有什么好玩 拜拜 COME 飞行嗨唱会 欢乐响不停 2012年巴拉巴拉 飞行嗨唱会 广州站刚刚结束 小朋友们是不是 还意犹未经呢 注意了 新一战的快乐风暴 即将来袭 5月27日 飞行家族将空降武汉 继续欢乐开场 快乐不打扬 陪你提前过六一 巴拉巴拉 飞行嗨唱会 武汉站全面升级 现场不仅有 中国煞儿第一天团 飞行家族 与大家嗨唱嗨玩 可爱的小飞猪 哭哭和聪明的龙宝 将现场演绎滑稽短剧 想和飞行家族一起玩游戏吗 想和小飞猪一起唱歌跳舞吗 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 跟我们一起嗨爆全场吧 吉丢5月27日下午三点 武汉摩尔城 飞行家族与你逐渐不散 起来 看你这么高兴 死了这玩啦妈 没有啊 就怪你昨天 关我 是什么事啊 妈妈 老是看你 没有时间看我的 爸爸又听不懂 我也没办法 我也想像你一样 你不是虚似什么 什么呀 玩意很辛苦的 玩意很辛苦的 我每天要做一大堆作业呢 姐姐又是我们两种是小猪的 全爱我 他不让你当猪了 就愁死了 我是小猪的 你是我姐姐 那你也不是小猪啊 太难了 我们还是先看新闻吧 2012米喜迪朝同大赛 海选第一阵来到了武汉 为了让小朋友们在T台上 完美的笑出自己 活动组请来了专业的老师 为他们进行行体及台步训练 先往下走 先往下走 我们的条台的肩 往两边走 往下走 为了能让小朋友们 尽快的学习到 走台步的要领 继续的老师 故意把他们分成了两组 进行分属训练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走台步的原因 男孩子这组的表现 似乎不是太令老师满意哦 小猪猪 快开牙 过来 光飞 收紧的这种说话 和男生相比较 女生组练习的可是非常的认真 瞧瞧 这台步走的 是有模有样 台风十足啊 刚刚还有些调皮的男生 这会儿已经完全安静下来 认认真真的开始听老师上课了 经过专业的训练 相信我们的小潮童们 一定会勇敢的笑出自己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梯台上的表现吧 你什么品怎么吃小啊 老师说这个是石子 不是用来吃的吗 你吃吗 我猜不吃呢 这个叫石子 和吃人的关系 原来石子不能吃 原来老师骗我的 本来就不能吃的 是你自己理解错了 难怪我吃了 半分 小儿童子还要吃饿的 你再想要吃 我们还是先看下一条新闻吧 2012米喜迪潮童大赛 武汉赛区已经启动 报名现场可是相当的火爆 很多小潮童 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 来到了我们的比赛现场 大家好 我们是潮童太子豪 在台航派组合带来的开场五号 武汉赛区海选正式拉开了帷幕 而此次海选将会挑选出 100名小朋友进入复赛 39号郭剧园小朋友一出场 就凭借着潮豪的装扮 给予的踢台笑 和淡定的舞台表现 迎得了现场观众的青睐 最后他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段 青海的舞蹈 踢台上的潮童们是相当的给力啊 每一步每一个pose都表现得非常的专业 让我们的三位评审大开眼界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只要你们够勇敢 够时尚 够自信 就快快加上我们吧 先生子 今天不好意思 我们要去干嘛 打鼓呀 哎呦 真不认真啊 先生说 我打鼓特别的事 那你要好好学哦 没问题 小朋友们 你要是七位飞行车族 在武汉红尼不见不散哦 七一定要来哦 berryu you're outstanding ing 停 过 呗 私人ед 我们 你可以 瓶 你的 就 是 你